阿斯杜梅拉和狼队的比赛明天凌晨4点开题 首先是战役分析 阿斯杜梅拉最近状态火热 最近两场的战术针对性做得很好 上场2比0干掉了热刺 本场主场作战 面对本赛季的云南球队狼队 主要目标是延续其火热的状态 争取在英超下半个赛程里 取得更好的成绩 甚至杀入欧战区 而狼队的目标就很简单了 就是摆脱降级区泥潭 每场比赛都没什么退路 本场比赛客场面对状态火热的阿斯杜梅拉 预计将把战术重心放在防守端 实力分析 阿斯杜梅拉近几个赛季 一直在英超中下游位置徘徊 球队目前联赛排名是第12名 领先降级区7分 但阿斯杜梅拉的战绩 其实需要分两个阶段来看 首先是本赛季初的时候 球队一度排名垫底 但埃里梅10月份接手后 阿斯杜梅拉的战绩一路高歌猛进 最近更是联克 曼联热刺等一线强队 防守端的表现更是焕然一新 十分出色 狼队本赛季的表现差得离谱 上一个赛季还是英超中游的球队 而本赛季就稳定在降级区附近徘徊了 目前仅有13分 列在联赛的第18名 稳定在降级区里很久了 是个钉子户水平 后完线更是频繁失误 被对手随意突破 面对对手前场的逼抢 后方线经常出现低级失误 进攻端就更离谱了 本赛季有三场比赛 一脚射准都没有 整个赛季17场比赛 更是一共进了10个球 本场的主推是阿斯顿维拉 让0.5球胜 昨天时光四方菜没有中 推的是莱斯特城 让0.25盘口 结果莱斯特前锋了各种花乐图饼 最后0比1输给了弗洛摩 时光也止步了两年红 今晚会推出一场信心包陪菜 主要内容是 包括比赛的分析和大小球的推荐 菜价会比较高 因为本场比赛十分符合时光的体系 属于联赛里为数不多的顶级食材 时光也会为这道菜提供非常完善的一战式售后 之前吃过菜的朋友 老渠道预定就好了 没吃过的 欢迎私信咨询 然后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公推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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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